想要当公务员只插着临门一脚 局长帮起了老师教授考试的技巧 桃园市环保局有同仁要来参加年底的公务员考试 那么对于国考师颇有研究的局长陈世伟 就特别利用了假日来开班授课 提醒考试的要点 希望同仁们都能够金榜提名 写下满满的笔记 还有人拿起手机 直接就把头荧幕上的教材拍起来 仔细一看在台上教书的 竟然是环保局长陈世伟 原来这是为了要参加国家考试的同仁们 特别准备的课程 也在这边上班很久 在这边待了大概十几年了 那因为之前就 也是为了是相关科系的 那但是就是之前去考试可能都 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刚好借着这个时间 局长牺牲他的时间来帮我们上课 然后希望可以再把分数再提高一点 看的答案在写一遍 那你写过大概这会有一个第一次印象 市府各局处的约聘雇职 虽然待遇比照公务人员 但工作期是采一年一千相对不稳定 陈世伟表示自己投身公职 也是从约聘雇开始 希望同仁能借由他的经验 考上正式职员 一般在大学里面或者是在考场 或者是乐卷老师 他们大概喜欢答题的方式是哪一种 所以我希望借由我在公职这几年的经验 来提醒我们的局里面的后辈 也鼓励他们从事公职 听完有大学授课经验的局长指点 复考的同仁们也信心大增 陈世伟表示 希望借此鼓励更多热爱环保工作的人 透过国考程序成为正式的公务员 为环保贡献一己之力